开心食堂 你就在我身旁 做事哦 开心食堂 我们一起煮菜吧 안녕하세요 好久不见 我今天的话呢 我想要找你们 炒马铃薯 黑鸣 因为小朋友不会吃辣 还有 苗里也 不会那么会吃辣 所以 晚餐煮的时候 我喜欢做炒油肉 这是猪肉要做辣的 可以 但是他们小朋友没办法吃 这种情况来修的话 我常常做这道菜 给小朋友 这样子 还有这个菜的话呢 做非常简单 主要是 马铃薯 跟 黑鸣 两个是主导的菜哦 韩国黑鸣是 布山 那边的黑鸣是比较有名 因为很久之前 在那边海边 那边有很多鱼 在那里 但是这个 没办法全部 带过去别的地方 所以那边一直都有很多鱼 但是没有冰箱 所以怎么办呢 很容易坏掉 对吗 我们有很多鱼 趕快做黑鸣 这样子 所以做出来是 现在你们看到这种黑鸣的 所以基本上来修的话 韩国黑鸣 主要一个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大概70%以上的 鱼的洛西 黑鸣里面有 这样子 所以你们买的鱼一样 尽量可以的话 看 这个哪里来的 布山 布山的品牌是比较好一点的 还有日本的黑鸣 跟韩国 台湾都有 主要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韩国黑鸣是要喝汤 所以黑鸣汤 日本的黑鸣汤的话 他们一般人就不会喝汤 所以他们是主要是黑鸣要吃 所以他们都要热水里面滚下 就拿起来 马上吃 这样子 但是韩国的话呢 水里面一直滚 所以喝汤的感念 但是呢 黑鸣也不会染掉 所以我们都要滚着之后也不会染掉的 所以我们炒菜也是一样 有一些的黑鸣 都要炒菜之后有一点软软的 还有口感会变化 但是韩国黑鸣的话 不会 不太可能会口感的变化了 所以这道菜的话 韩国的黑鸣汤做的时候比较适合 他说看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 不同的颜色 还有皮系很薄的马鸣酥 也有 还有一种是什么 有一点大的 还有皮有一点厚的 所以洋种 其实洋种都可以用 这样的薄薄的话 不一定要起皮的 所以你们选择哪一个你们会用 而且这种马鸣酥好像都比较少泥土附着在上面 因为炒菜已经都熄过了 这张的荷豆都一点一点油比较好 所以吃起来有口感的 太饱的话呢 你们炒菜就破掉了 所以口感或者是融化掉了 口感没有 师傅在韩国的话 你炒菜是便宜的食材吗 非常便宜的 还有来台湾做 看起来也还蛮高级的 所以你们很多买的时候呢 一包我也一样 一包买的时候 在冷冻库里面放 还有你需要的几张拿用 这样的方式 马鸣切完之后 黑轮我们切一下 这个切的话呢 其实你喜欢的方式都可以切啊 但是不会到那么大 所以我都要大概 你切的 马铃薯的厚度的两倍的大小 切一下 这样之后 打算 我看你切的马铃薯的细度 跟那个欧丁的细度都差不多 是因为 没有大概两倍 两倍 但是这个是 喜欢的厚度都可以啦 但是不会到那么大 韩国菜跟日本菜 其实非常像 日本的菜 他们也有差不多这种菜 所以这种的 他们是什么 打算没有用 韩国打算用 所以一个打算的香气 是一种韩国菜的很大的一个特色的 还有先打算进去 韩国人是不是全世界最会吃大蒜的民族 哦 这个我没有插过了 但是有会哦 我担心每个菜都有打算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买大蒜 很快就被你用完了 对 韩国菜有 对 大部分的菜 有打算 而且师傅买大蒜 都是买去皮好的哦 我不喜欢去皮打算 这边之后呢 这边炒的时候 不用忘记 颜色不需要 就大概上去出来的时候 马铃薯进去炒一下 它 其实这道菜里头没有肉 黑轮有啊 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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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主打是黑轮的 它蛮便宜的这道菜 哦 是啊 所以一种很常发生在韩国家庭菜的里面 还有这边的话呢 大概两三分钟炒一下 马铃薯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打算进去 油还蛮多量对吗 油量是需要过的 所以马铃薯炒的时候呢 它的淀粉不会出来 它一开始淀粉出来的时候呢 它你们炒菜之后有时候 炒马铃薯会黏黏的感觉出来 这个是它的淀粉出来的 所以一开始油多一点点 所以它的淀粉不会出来外面 所以这个是现在要做的东西哦 这样子炒之后 黑轮进去里面哦 你儿子很喜欢吃这道菜 对啊 我小朋友很喜欢 所以一个这个菜单 一碗半没问题了 就直接吃掉了 还有很简单 就炒一炒这样子之后 糖进去 还有 这个 醬油 还有水 还有我的レシピ 水的量先进去之后呢 水的本样 你觉得马铃薯还没熟了 但是水已经不见了 这样子的话 多一些炸水没关系哦 它水的功能是 给它熟的时间给它一下 这样子 但是最后做出来的菜的话 水是没有的 里面有醬油 还有糖的味道这样子的 洋葱之前 我学的时候 他们切这样子 这边是下面 这边是上面对吗 所以上面开始 一到这样子放进去之后 去皮这样子方式 人的锅的概念 真的耶 这还蛮厉害的 很多人都说 切洋葱会流眼泪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嘴巴打开 之前真的有的人说这样子 嘴巴打开之后 要切洋葱不会辣 所以我也试试看了 还有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真的有点不辣 不辣的原因是 嘴巴打开 对嘛 所以 呼吸的时候呢 不是鼻子用呼吸 所以 这个辣度是经济嘴巴 所以 没有用鼻子 所以不会辣 哈哈哈哈 有的人说这样子啦 但是 呃 洋葱切的时候 如果 刀子 要利一点的要用 因为刀子不好的话 这一定会辣啦 还有 多一个方式的话呢 真的真的 你们会怕的话 直接我刚刚切皮对嘛 切皮之前 微波炉大概30秒 硬硬硬硬 之后切一下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洋葱会死掉的 死掉之后 不会那么辣啦 洋葱切之后 进去里面 一起炒一下 进去 所以你们看看 现在已经没有切笨 对嘛 所以之后是这样的情况出来 但是这个的时间 没有切的时间 你们看看 马铃薯 有没有熟 你们切的马铃薯里面 最大的东西拿出来看看 主要是 有没有熟 哎呦 还没熟耶 还没烂的 这样子的话呢 不用担心 切五十克 一百个多 在一起进去一下 我也现在切一朵进去哦 还有 辣椒的话 小朋友当然没有棒呀 但是 你们想要 颜色漂亮的话 更好吃的感觉出来 对嘛 小朋友吃的时候不要炸 但是你们要吃的时候 辣一点点可以接受的话 辣椒也可以放进去哦 为什么这道菜 是好吃的原因的话呢 黑轮油 它自己的好吃的味道 对嘛 所以我们糖 我们水进去 一直滚的时候 它的好吃的味道 会出来水的里面 还有在我们收干的动作 对嘛 收干的时候 这个好吃的味道 出来的东西是 所以马铃薯会吸进去 所以吃起来 马铃薯也好吃 黑轮油也好吃 这种干练是 这个道菜的 好吃的原因的 味道看 还有你觉得 比如说现在 甜度刚刚好的 OK 比如说甜度不够 长了一点一点 甜度不够 糖多一点一点 这个是现在你们可以调整的哦 餐厅 外面 真的 味道一模一样 要多啊 我们 建议一点一点 调配料放进去也没关系 但是一点一点哦 所以这样一样的时候 大概 两三颗 一点一点 这样子 炸没有炸没关系 其实已经好吃了 但是 这样的做法就是 外面餐厅真的差不多 一样的味道出来 青葱 还有辣椒 最后 香油进去哦 因为香油趁进去的时候呢 韩国的香油 很容易上去不见了 所以 进去煮后 大概三十秒炒一下一下 这样做好了 还有 我一点一点吃吃看 我觉得真的 我给你们的一模一样 我几个几个撑过了 所以 我吃起来说呢 第一个味道是甜度啦 还有第二个是长油的味道 还有整体性的 哇 黑轮的味道这样子 这个酱料是不是很适合拿来炖马铃薯 是是是 你们韩国餐厅出生的一个马铃薯有没有 里面的其实黑轮没有 所以这种 因为哪边炒菜 黑轮太贵 所以他们做马铃薯和洋葱炖而已 所以这种菜也可以 这个的比例 加辣椒粉一点点的话 餐厅那边炖马铃薯的才可以做哦 小朋友一碗这个吃白饭没问题对吗 因为我对小朋友非常担心营养的部分 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呢 这个一个菜而已 但是里面有马铃薯 还有洋葱 青葱 黑轮 大蒜 五种 食材在这里 还有最后香油 香油也 韩国香油一种 比较高级的素菜的油对吗 沙拉油跟不一样 所以这张的里面看起来说 我自己爸爸 咱都看的时候 这张的出来的时候 不会对不起对小朋友 里面有很多素菜也有 还有味道够 这种感觉啦 这道菜做给小朋友看看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师傅还会自己加海苔 对海苔 还有一个很简单 还有这张之道做简单做会吃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常菜 你们在这里做做看 还有你们想要学一个简单的菜的话 这边下面可以留言 好啊 我现在去准备煮饭了 拜拜 你会打到把派向作